我希望用一個不同的方式 來表現八角哲學的面向 所以我想怎麼樣在每一個城市 用不同的方式跟當地的藝術家做對話 當初我在希望跟每一個藝術合作 是沒有讓他們打開這本書的 因為我想這本書的內容 是我對八角哲學啟發最後的結果 那我希望他們看到的並不是這個結果 而是前面創作的這個90% 那在這21個城市裡面 每一個城市我希望這一個藝術家 都能夠有一個特色 譬如說在巴黎 巴黎就會是一個巴黎的調香師 那他用氣味 然後我們想到巴黎想到香水 或者是說在墨爾本 在墨爾本我們想到的就是 Coffee Culture跟 Graffiti Culture 就是塗鴉跟咖啡的文化 基本上都是小吃 因為我是在市營業市出生長大 我想在世界各地 每當我旅行的時候 夜市或是市場 是我最想要逛的 或是一定會去的地方 其實這都是在創作的時候 收集靈感的一個很好的來源 我一定做好70%最好的準備 然後另外30%是完全不準備 因為我覺得一個最完美的結果或是作品 需要當你揭露了那70%之後 30%是organic 它會自然的形成最後的那一個touch